前NBA球星魔兽霍华德加入T1联盟桃源云豹之后 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今天他随队到馆长的健身房训练 现场秒变成粉丝见面会 馆长热情招待他而且还留下了合影 只是站在208公分的魔兽旁边 身材本来就很壮硕的馆长 瞬间就小了一号 被网友亏说真的看起来是小鸟一人 另外霍华德似乎非常喜欢台湾的美食鸡屁股 今天呢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还不断地跟教练讨论 前一晚在夜市吃到的美食 配合训练员积极备战魔兽霍华德的首场秀 进入倒数阶段 馆长陈志涵也提供场地 让球队有隐秘的重训空间 看到魔兽突然现身健身房会员们不敢置信 甚至呼朋引伴到现场 丰富变成大型粉丝见面会 场地被挤到爆 馆长也热烈欢迎 高笑秀肌肉合影 只是两人合体的这一幕 被网友给亏翻了 站在208公分 120公斤的魔兽旁边 原本壮硕的馆长也瞬间 小了好几个size 变得超迷你 现场还有死忠粉丝 早早就备好球衣 等着跟魔兽霍华德要签名 不然他的签名可能就是只有签名而已 可是他这个是有签到就是 I love you 跟 God bless you 对 通常不就少会署名啦 所以会到署名其实算 应该心情还不错 他会学馆长在那边走路啊 然后休息的时候有音乐 他会在那边跳舞这样子 还蛮chill的 协助教练纠正队员动作 但过程中还在怀念台湾夜市美食 尤其是那鸡屁股 似乎很对魔兽的胃 过了整整一个晚上 还在聊chicken ass 就是这一小小口让魔兽永生难忘的鸡屁股 真的爆红了 看看这经典的反应 还有这表情 让人印象深刻 抢不到球票的球迷们有什么关系 这几天在路上捕获野生魔兽 似乎更有趣 解台北综合报道